我们现在到朗平了 这里是东涌和煤窝 只要搭巴士到最尾站都可以来到 首先我们会向着天壇大佛的风向先走 我们走着走着就会见到这个路牌 就是指向梨立山加油境 虽然梨立山高七百多米 不过因为坐巴士上来朗平 已经是五百多米 所以不用上很高就可以去到 在后面的山大家不要被它吓到 其实它是鳳凰山 我们并不是走过一座 我们有时会说到行山的时候 未必一带清早就有时间准备一大碗沙律上山吃 所以翌日通常都有便秘的问题 所以这次就要介绍好东西给大家 就是这个 All Clear的全清沙律 它一小包很方便带来带去 还有它是有五碗沙律的营养的 它的成分是全天然 而且都是营养师参与研发的 如果要吃的话就是把它加入水 或者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都可以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苹果汁或者燕麦奶 我还很喜欢这一款沙律 它就是用了科技去环保 大家在超市买沙律的时候 都会用了很多胶盒 这一款用了环保纸 所以就不需要担心太多 而且它还可以减少了过期食物的浪费 现在All Clear就很好 它就做了一个八五折的折扣约给我们 还没有那么快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描述箱里面 我们上来拉山之前 就会先上这个心经简楼 一路走的路牌都指得很清晰 所以只要跟着这些走就可以了 如果直走出去的话 就是去凤凰山 我们之前也有上过去看一天出的 大家可以看这条片 不过现在我们就要转右去心经简楼看看 心经简楼其实就是国学大师姚中尔的书法 它的内容就是心经 然后它的书法就刻在这么多条柱里 排成一个Infinity的形状 代表了身身不适 而且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最高23号的柱其实是空的 它就代表了心经里面空的意义 看完心经简楼之后 然后我们下回来的十字路口 就会直走过去 敌楼境 进到家楼境这里和刚才实在太远 刚才是超多人 还有很吵的 不过这里反而少了很多人 之后就会看到东山发门 就会转上楼梯 上了一阵斜就已经来到分叉路了 这里上去就是上去尼腊山 所以我们就要转上去的 我们走的时候一直都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岩石 竟然会来砌楼梯 路边都有的 好像这一块 因为刚才看到上山差不多全部都是楼梯 然后我就找了一条山路短剪 所以就试试走 这里看回我山的风景真的很漂亮 还可以很远地看到 刚才我们去过的心经简林 这里远远可以看到在维修的天坛大佛 这里原来整座山都藏了很多这些特别的岩石 它有点像我们去东平洲看的那些 我们现在就找到一个疑似打卡位 所以就试试坐在石子那里拍照 看看美不美 真的走多一点就有见到尼腊山的顶 我看到是真的很开阳 所以也找到那条路的 我们真的应该快要上到顶了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都看到那些芒草 不过密度不是很高的 这里就比刚才那里明显多了一点 哇 来到这里看到了刚才的浪平 走走走就已经到了尼腊山的顶了 我们就可以隐约见到它上面是有一个石砌的东西 是亭基坪来的 尼腊山其实就是香港的第八高峰 接着它的名字的来源就是尼腊菩萨 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它周围的山都是以佛教人物或者法序命名 例如有木鱼山和莲花山 接着我们就来到这个位置 找到一块石它好像后面的凤凰山 都有两个凸出来的头 这样的 看完标高柱之后 我们就是要走到亭基坪那边才可以下山的 就是这条小路 我们就是会越过那几个山顶 然后就会下到浪平站 上到这里的芒草 比刚才的尼腊山上更加多 这里看回来就更加显得是整个山头都是芒草 再走多一会儿就已经看到那个就是纜车的转车站了 我们只要在那个位置就可以接驳到浪平站 来到这个位置有些超矮的竹林 不过都可以的 只不过是会画过你的臉 我们现在距离转栏站就越来越近了 相信下一阵就会到的了 之后我们就会下到这条大路了 我们就要沿着去走 然后再找到这个分叉路转进去 之后我们就会来到纜车的底部 我们穿过去之后就要转右走 之后迎接我们的就是很长的楼梯 这个距离很少会有讲到一个方向 不过这里竟然有讲 就是这个位置下去就是到东涌的了 其实这一条路就是浪平360的旧环境 它的别名就是浪平站 它大部分都是没有扶手的 所以大家走的时候都要小心点 它最出名就是它的楼梯 因为走下去都是很长很长的楼梯 我觉得浪平站到这个搅空的设计 令到它有点像外国 因为大家走的时候就听到旁边机场 传来的飞机起飞声 都令我们想起去旅行的时光 不过现在就想跟大家说这段影片就应该在这里完 因为我们就已经见到东涌 还有我们要趕着天黑之前就要下去 所以我们就已经不拍下面的路段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就按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吧 这是我们来看看 是欢迎订阅我的朋友 们最后不来的就是在这条影片 那么烦平行我们下来是要令人的 我们下来是什么 这个视频 还要撒天 我不会 您这么多久 我们下来的节目 你在那里了